虽然为了孩子 夫妻俩和好了 可实际上他们都没有将过去翻篇 尹先生心里有疙瘩 对妻子和同学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而戴女士对丈夫的暴力也是心有怨恨 回家后的两人 太平日子过得并不长久 大概有个一二十天就没怎么吵 不知道最后怎么又吵 眼看战火重燃 戴女士又离家出走了 而她的再次出走 令尹先生做出了一系列不计后果的疯狂之举 我出去了之后 我就跟她发了一条信息 我说我们离婚吧 我说我们现在在一起没有意思呢 她就说 你出去了就出去了 你从此也不要回家了 你让我碰到呢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她在群里 几百人的家族群里 她发信息 她赶我出去 叫我退群 她说我已经不是隐世家族的人了 我已经死了 他们的那个家人跟我说 我们要和好 我说不可能和好了 我说她都宣布我死了 我说神仙也救不了死了的人 我说我回不来了 后来不知道是第几天 她就带着孩子出去玩 她就发那个朋友圈 好多人都看到她那个朋友圈嘛 就感觉她要寻短见 她说我还陪你们玩三天 以后一定要记得 爸爸曾经也在这里来过 就这样 好多人都吓着呢 就跟她关系走得近的人打电话 叫他们去接她 把她接回来 你看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我就觉得 为什么一个大男人 就这样没有担当 担当不起责任 不讲还没有发生什么 要是发生什么呢 那还更不得了呢 其实你内心也是失望的 对啊 还要去寻短见 死得起吗 上有脑下有小的 你死得起吗 当时是有叫我说来调解一下 我说我不会来 我是一直都没有回家的 在你的家族群 发这个信息是要表达什么呢 就是她第二次 离家出走之后 就给我发的信息 一定要离分 我这么一直挽留你 哪怕就是这件事情 一直你都没有对我正面回应过 我都选择 就是说不计较了 就是说你一直都说离分离分 我当时我就很绝望 那后来的那个朋友圈 你自己朋友圈发那段 那么丧气的话 是为什么呢 就是很绝望 就是感觉的话 彻底彻底的失望了 已经 这段婚姻已经完了 已经没有完结的余地了 尹先生想不开寻短见 不但没有得到妻子的安抚 反而更被妻子瞧不起 因为一个无法确认真相的事情 他们竟然走到了离婚的地步 二十多年的感情 为何会如此不堪一击 几十年的婚姻都是一直有问题的 据戴女士说 她们的婚姻其实一直矛盾不断 夫妻俩一起开餐馆 在经营上戴女士为主 尹先生为辅 家里的重担也是戴女士在承担 她辛苦付出 可是丈夫却做出了很多令她寒心的事情 工作压力也大 又有几个孩子 这失眠好久 我那个人真的是不行 我就那天早上还在床上 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今天忙完了 我一定要休息一下 我说我感觉这个人 运势不行 太难受了 生意做完了 我就下去休息了 我刚刚下去睡了 就来两个人吃饭 很简单的两个菜 她是会弄的 还是把我硬生生地叫起来了 我很生气 心里很难过 起来了之后 我把生意做了 平常我要去帮她炒菜 她就嫌我给客人做得不好吃 那么简单的菜 平常你都有帮忙炒过 就那天那一个菜你不会炒了 再就是生双胞胎过后 又去做那几次小产 早上起床去医院 十一点钟做完手术回家 洗冷的热的什么事都做 他们不说什么事 你不能做让我们来做 到中午的时候 他们跟往常一样 该去睡觉的睡觉 我还是在那儿手电 他们休息完呢 也没人说 那我们都休息完呢 你也去睡 这些事我都跟他们说过 后来还是一样的 他所谓的疼我 心疼我 对我好 我不知道好在哪里 所以他认可的好 在你看来 是用你的辛苦来支撑的 对 刚才说的这些经过 其实我都忘记了 可能那个时候 很年轻吧 就是感觉发生了出轨 这样的事情之后 找到以前的事情 现在搬出来 故意把它扩大化 找的借口和理由 然后达到他的目的 他就是自私 自私 为什么在那个特殊的时间 他都不知道照顾人 我为那个家 付出了那么多 他那么过分地对我 是他对你不好 还是比如说 他可能在生活当中 从小到大 他就是这样的状态 他就是这样的状态 在家里宠着 独生子 他在家里好大 那都是不做事的 所以一直都贯成这样 不上镜 抗皮贼上 没有担当 不像一个男子 想要一个依靠 没有依靠 还是我自己抗 影星人怎么看他 很好的一个人 责任性很重 从来不对我提什么要求 谁都想小鸟一人 女小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你从多方面 都肯定了他 那为什么就在这件事情上 对他突然产生 这么大的不信任 当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我和他沟通的时候 就是必可不谈 你希望他能对你做到什么 这个事情就可以过去 不管怎么样 我都接受事实 这一个事实 从此以后就不再提了 我们都好好的过日子 只要我能够得到安慰 让我看到希望就可以 他说你给我一个态度 就可以过去 我没做的事情 我怎么会跟他承认错误 我希望听到他说 你别想多了 我没说吧 我们以后 还是好好的过日子 我说过呀 晚上吵的时候 我说你吵了这么久 有什么用 有什么效果 我说你不要这样吵 我们都好好地赚钱 把孩子照顾好 这样吵不起 那么大一家人 随时都要花钱 我还要怎么跟你说 你这样的态度的话 只会让我们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我也跟你说过 我说你这样的方式 你会把我越推越远 我很讨厌你 我很讨厌你